2023最值得期待的一部美剧 世界镜头的一场谋杀 所有喜欢我解说的都知道 我喜欢解说小说改编的剧 这就是畅销小说改编的悬疑剧 跟着我的节奏开始吧 哈特是一个天才 从小就跟着侦探父亲一起查案 他拥有无与伦比的观察力和逻辑推理 他不但在现实中帮助父亲破案 还在一个名叫世界镜头的谋杀贴吧 去侦破世界各地的无法破解的案件 在这个网站里 他认识了另外一个天才 他叫比尔 后来他将自己和比尔的故事 写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非常畅销 里面有很多的现实案例 都是丝丝入口 缓缓相连 所以他在这个世界镜头的贴吧里 也成为最有名气的业余侦探 这一天忽然他的手机接到一条短信 仔细查看信息 哈特惊讶了 因为是亿万富豪安迪 向自己发出的邀请 这个简直是震惊的 因为哈特也非常喜欢这个风云人物 他将这个信息发到了贴吧 所有的粉丝都认为这个就是骗子 让他不要上当 哈特为了保险起见 和两名网友说出自己的决定 他会接受邀请 并要求他们如果一个星期后自己失踪了 你们一定要找我呀 交代完后 哈特下载软件 安装上 同意了所有的权限 就在这个时候手机里和音箱里 全部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让他看外面 哈特走到窗前 但是外面什么都没有 那个声音要他看手机 在手机里果然看到了那个人 原来这个软件是虚拟现实软件 就这样哈特开门邀请了这个虚拟的人进来 他介绍自己是安迪的私人 第二助理 特地过来邀请他去参加安迪举办的进修会 哈特接受了邀请 第二天汽车过来接他 从这个时候哈特多少有点害怕 但是当他看到安迪的私人飞机的时候 他彻底放下心来 因为没有人能仿造安迪的私人飞机 上飞机之前给哈特做了身体检测 和采集低内 来到飞机上 这里已经有五个人了 其中一个中国人叫卢梅 他是一个建筑师 很快他们真的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这里冰天雪地 雪地的外面还是雪地 看不到镜头 在中间一个地方就是安迪建设的私人酒店 当哈特走进去的时候 酒店主管交给哈特一个AI戒指 当他看到卢梅的时候 笑脸相迎 可想而知他们以前是见过的 到了自己的房间 哈特听到了AI助理的声音 原来这里的AI就是要求他的那一位 当哈特戴上眼镜的时候 看到了他的虚拟身影 AI助理介绍了这座酒店的结构 也介绍了安迪和他的妻子 很快就到了欢迎晚餐 哈特走进去里面的人基本都到齐了 因为人物太多 我们不单独介绍 到这些人物上场的时候 我们会介绍一下各个人的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 安迪终于走了进来 他的儿子和妻子也跟了进来 这一切看似都很美满 但是哈特还是感觉到了 妻子的一些异常军动 安迪简单介绍了 自己邀请了五个人 另外四个人是妻子邀请来的 安迪邀请这些各界精英 说是为了抵抗接下来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 但是他也不知道 妻子邀请的四人到底是什么目的 就在说话的时候 走进来一个人 当哈特定眼看去的时候 彻底傻眼了 竟然是失踪一年的男友 他的眼神立马迷茫 画面回到他最后一次看到比尔的那天 他们彼此争吵得比较厉害 比尔抢下床上的车钥匙 然后夺门而出 将钥匙给扔了出去 哈特非常生气 因为他是天才 早就已经察觉到男友想离开自己了 所以他总是在刺激男友 你会不会离开我 你不会撇弃我们吧 总是说这些话 就让比尔感到了不安 干脆将车钥匙给扔掉 就当他们以为这样的爱情 可以继续下去的时候 该来的还是来了 哈特的预见是准确的 这天起床 哈特发现男友不在 然后走进浴室 看到浴盆里全是血水 镜子上有一行字 这让人难以承受 又无法满足彼此 车子留给你了 就这样比尔再也没有出现了 现在在这里出现 多少让那个破碎的心再次跳跃 欢迎晚餐之后 哈特还是对比尔的出现想不明白 也非常想要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 为什么好好的就一下失踪了 巧合的是 他正好出门的时候看到了比尔 就在那一瞬间 哈特已经将拳头砸了上去 比尔拒绝了喝酒 就当哈特以为比尔是不想搭理自己的时候 比尔又在他离开的时候 忽然叫住他 邀请他一起出去走走 此刻哈特的心还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一场谋杀正在靠近他 他们穿上衣服来到冰天雪地里 哈特首先就问他为什么当年要离开自己 比尔说出了当年的故事 原来他们在世界尽头的网站认识后 就组队去调查一个谋杀案 因为哈特已经从现有的证据上 确认那个凶手一定会将凶器给藏在房屋地下 所以他们开车来到凶案现场 哈特不但是一个推理高手 还是一个计算机高手 他很快就通过编程将小区所有的防盗门给打开了 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失误 然后他们潜入到房子里 哈特非常小心地检查着这里的环境 他们来到地下室 这里的水泥地是新的 哈特对比尔说凶器肯定就在房子地板下 就这样他们开始挖掘 没有过多久一个大坑就出现了 但是什么都没有 比尔安慰哈特说 肯定是找错房子了 他们太累了 就地双双睡去 第二天一早 哈特醒来再次观察地下室 忽然发现了那个楼梯是新带的 哈特推断凶器肯定藏在楼梯的下面 就这样他们继续拆楼梯 这下傻眼了 里面不是单单的凶器那么简单 而是更多的师傅 这个说明 那个凶手杀的不是一个人 是很多人 就在这个时候地下室的门被打开了 眼前站立一个拿着武器的男人 比尔毫不迟疑地挡在了哈特的面前 而从此之后哈特彻底爱上了比尔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死亡的时候 能挺身而出保护自己 虽然他们相爱了 但是和一个天才相爱是很痛苦的 比尔说 他活得太累 因为自己在天才面前根本没有隐私 似乎哈特能看透他的一切 每一个想法都被女友看透 是非常恐怖的 你知道吗 所以当比尔想要离开哈特的时候 已经被他推理出来了 每一个细节都看到 没有办法 比尔彻底消失了 他承受不了这份爱 哈特听完比尔的话 也没有说什么 就继续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比尔说他过来是因为安迪的妻子 比尔没有多说 并对哈特说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就来十一号房间找我 就这样哈特非常好奇 回到房间查了一下 李和比尔的关系 果然在新闻上 有他们拥抱的照片 越想越不是滋味 哈特还是想去问个究竟 就在他去找比尔的时候 和酒店管家撞了一下 当他敲响比尔的房门的时候 里面传出声音声 哈特还以为 比尔和别的人在床上 就准备离开 但是这个时候 又听到金属倒地的声音 这下哈特惊讶 他将耳朵贴在门上 果然里面有清晰的打斗声 哈特眼看没有人开门 就立马走出酒店 从外面的玻璃 看到了比尔的房间 到处都是血迹 蹬倒在地上 房子里面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就在这个时候 比尔忽然满身是血地爬过来 吓坏了哈特 比尔对哈特说 让他留下来 哈特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 比尔就彻底没有了气息 躺在了那里 是 黑色一口 什么 我都不写自己 都不写你 我都不写你 了